剛剛的話主要是利用Deleted Loss 把它做刪除資料的動作 再來的話其實 除了說這個刪除資料之外還有修改資料 那比如說我今天希望修改資料很簡單嘛 就是說打開 Excel我是覺得 方便地方是視覺化很方便 可是如果將來你大量處理的時候 如果用程式來改用Python來改 當然不可能用人工啦 因為我們只是舉例子像這個比較簡單 可以 還是可以用人工 可是如果資料量大的時候呢 程式當然會相對的比較有優勢 那其中的話如果我今天希望 舉個例子 比如說我希望把那個手機號碼 是叫什麼名字叫賴國章的這個人 把他的手機號碼 因為他手機號碼換掉 假設他可能改成叫什麼 比如說0972好了 OK然後 然後後面的話是123456 假設這樣子 OK那如果呢我的需求 並不是說 用那個Excel來做修改 OK那你如果在Excel直接打勾就OK了 那我如果希望把這件事情 換成在 那個Python裡面完成的話 那該怎麼做 那其實 我本來想到的就是說 那不然問一下 我先把它不要存檔 那 給我的答案 好像有點不太懂我的意思的樣子 所以他出來的東西 他出來的這個程式 我發現 他好像似乎 不是 不是我要的啦 所以後來的話呢 我就想了其他方 我自己也再會找一下那個 這個模組裡面有沒有哪一些其他方法 後來發現 對 其實沒那麼 沒那麼麻煩 各位有沒有 記得 剛剛我們在 前面 有一個地方 就是 可以指定說 哪個儲存格 有沒有哪個儲存格 的資料 剛剛好像是有一個什麼 哪一個 我們前面有一個 練習 應該是在 寫錄的時候 我記得寫錄的時候 有用到了一個 一個方法 這邊 OK 跟著一下 應該是讀取 讀取 第二個單 第二個部分的時候 那這邊的話有一個叫 SHIT 哪一個工作表 後面有個點 Sale Sale的話指的是儲存格 那哪一列的哪一欄 它裡面的Value 那你可以透過這個指向有沒有 可以抓到那個儲存格 裡面的資料 當然你可以把它讀出來 可是喔如果你想要把它賦予值的話 其實也可以透過同樣的方式 把它資料寫進去 那寫進去的話除了 是寫新資料進去之外 其實另外意義就是什麼 你也可以喔 更新資料 也就是說如果它原來有資料 看到你有新的資料 它會用新的資料把舊的資料蓋掉 那所以喔 如果同樣的方式 那我們也可以來做 所以要怎麼做 一樣喔 如果我假設要修改資料的話 那我一樣呢 可以拿剛剛的程式來修改一下 比如說我剛剛的 這一段程式嘛 比如說我刪除的 我不重新寫啦 我直接拿剛剛的刪除來修改 可能比較快 那刪除的話呢 要怎麼改 首先當然喔 我第一個 這個都不用改 A跟B 反正我們還是需要 把所有的資料先做讀取 那讀取完之後 再判斷說 是不是我要找的那一個人 比如說我想要找哪一個 找第一個 因為我剛剛刪掉太多資料 那我把那個賴國章這個 OK 比如說呢 假如說他的A欄 A欄就是姓名 姓名裡面呢 如果等於賴國章的話 這個條件為True 剛剛是刪掉了 可是我現在不是刪掉 我現在是要做修改 那修改的話呢 那要怎麼樣剛好把那個手機這一個 儲存格 其實就儲存格喔 把它做變更喔 那變更的話 我底下的這個就不能用刪除 所以特別注意喔 你就把那個 刪除的這個指令 把它delete掉 那我留下WS好了 那在WS裡面喔 我可以指定說 哪個儲存格變成什麼資料 那怎麼變喔 其實很簡單 因為我剛有改了WS 其實就是worksheet 所以墊 後面加一個sale 他的儲存格 哪一個儲存格呢 那儲存格你必須要指向給他 哪一列 的哪一欄 所以喔 如果哪一列的話呢 那我們可以用這個回圈裡面有一個 變數叫rawindex 那你可以rawindex 部分 可以把它放在那個sale的 第一個參數 另外呢如果你回圈跑到 到這個地方回圈的時候 那實際上rawindex 他也會剛好記錄到 到底是哪一欄 rawindex指的是第幾 第幾列的意思啦 第幾列 所以呢 一樣喔 特別是他不是從零開始 他從一開始 這個raw比較特殊 那假如說他跑了 第一個欄位明明一定不是啦 那第二個 剛好 所以rawindex可能等於 2的時候 剛好就抓到是賴國章了 然後還有呢 Sale裡面的話 除了列參數之外 還要給第幾欄 那姓名在第幾欄呢 在第一欄 所以輸入1就可以了 那後面的話一樣啦 所以哪一個工作表 的儲存格 那後面記得喔 裡面的資料就點value OK這個一定要加 那也就是說呢 我現在已經 指到那裡了 有點像是喔 我現在已經找到賴國章 然後呢 我又找到他的 第2 跟著一下應該是 姓名 那這個應該 更改的應該是第2欄 所以這邊記得 一定要改成2才對啦 不然的話變成 你假設輸入1 他就變成賴國章 那個儲存格 變成是電話號碼 那不對 OK 那後面的話呢 記得加個等號 那我就把新的電話號碼 把它填上去 比如說新的電話碼是 0972好了 然後1-123 1-456 好 那這樣的話呢 他就知道說 我找到了賴國章這一列 比如說一直往下找 第1列不是 第2列是的 所以RAW INDEX這時候應該是2啦 第2列的第2欄 那就是這一個儲存格 其實就是指的是B2儲存格 那裡面的資料點VALUE 那我就把什麼 把新的電話碼 把它 傳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那這個動作的話呢 實際上就是把這個新的電話碼 把它寫進來 那舊的怎麼辦呢 舊的就會被蓋過去 就不見了 OK 好那最後的話呢 其實就達到 我們要變更資料的目的了 OK 所以變更資料以後可以用這一招 OK 那當然呢 小量資料可以這樣做啦 如果大量資料可能還是要想 有沒有一個 回圈去做變更 OK 那改完之後我們來看一下 變更資料 結果 當然一樣啦 因為這個是 牽涉到那個 檔案的 這個修改 所以 一定要先把以色先關掉 把它關掉喔 以色先把它扶好 好那請你幫我找賴國章 找到之後的話呢